大家好,最下面是我名字 因為今天是一個比較非正式的BOF人類統合會 我在Costco都有登記了一個叫做網域名稱 DMS技術的一個統號會 那希望大家對於網域內都是網域名通 DMS技術這一關 我大概先做一些簡單的分享 那如果你們在過去有什麼問題 或是你曾經發生過什麼好玩的事情 那大家可以來網路一直講 那等一下或許我有一個都市傳說來 都市傳說先生可以幫我們 先講一些小小的都市傳說 就是一些走出這個門之後就應該忘記的事情 然後你也不應該去想要看一切都是都市傳說 那還是都市傳說我先來一下 先來一個進報的都市傳說 我本身呢就是在這個 我也是在這家公司裡面讀錄了大概三年時間 那我也是今年的贊助商機在裏面攤位 那這個面接的廣告性質就稍微少一點 那所以這家公司呢就主要在經營DOMINET的生意 那我在這家公司也是在處理DOMINET的相關事務 所以我在處理DOMINET的DMS領域大概是六億的經驗 那處理過很多客戶的案例 或是一些奇奇怪怪的那種 關錄音啊然後關科洛普的階級音啊雜症 所以也通到很多事情 那所以在這邊當然就是會講一些小東西 那首先的話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先問一下 想要先問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我就再來繼續往下 隨時的問題就可以提出來討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現在有什麼想問 OK好那今天的BOF的主旨蛋就是 DOMINET跟DMS技術 這兩個時間這兩個有點不太相關的東西 那等一下我會講一下一些DMS技術上的部分 然後讓大家稍微學習一點新東西 那我剛剛講的東西 對你以後在做DMS的Debug的時候非常利用 所以可以後面的部分大家可以來做一個小小的end up 你可以實際上看一下 那MD在公司的話 大概就是剛剛提到它主要是網易名稱的業務 那它可以提供大概700多種的網易名稱 那這700多種其實在這個世界上 已經算是很多的 可以提供很多領基於你的註冊商之一 那目前你在其他市面上看到的其他的註冊商 他們大概都可以把你提供到處的領基於你的註冊 那在進入領基於你的註冊之前 我們大概來分一下 我們三個三大種類 是在我們現在領基於你的註冊上面 常常看到的 第一個叫做CCTLD 就是所謂以國家代碼來分 就是.hkar.twr.cn 是以國家二資源代碼接位的 我們都稱為叫做CCTLD 那它的管轄單位或是管轄機構 基本上都是由國家委任一個 委任一個財產法人或是委任一個機構 去處理所有相關的事物 比如說點DW就是D2M的 那點CN就叫做CNB的 CNNIC DW就是NIC 那hkar的話就叫做HKNIC 所以以NNIC結尾的這個呢 就代表那一家 那一個CCDWD的管理單位 所以假設你今天要找FR的管理單位 那你的註冊內要打什麼 FRNIC 連FR 就類似這樣的推理方式去做一個測試 大概大概大算的時候都可以去Google 或者直接連到那個管理機構 所以這個 這個以國家代表來集中我們稱為叫做CCTLD 那第二類我們稱為叫做GTLD 就是我們常常在用的 點HK啊點HK啊 點HK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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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這種叫做NGTLD 叫做New GTLD 它是在前幾年裡面 I can see 出來的時候 大家一起來申請說 你們覺得有什麼新的名字不錯 大家可以一起來申請 你們想要的頂級域名 那就很多很多人跑去升級 然後所以在這個 我們這個稱為叫第二Round 這個叫做第一Round 這個叫做第一Round的GTLD 那第二Round我們就在前面加一個New 在前面加一個UGTLD 那這UGTLD它 UGTLD裡面 它的整個屬性的類型都跟GTLD很像 只是這是第一Round升級 那加上它的導線就有 那這是在正級裡面才推出的 可以叫做NGTLD 那GTLD跟NGTLD幾個差不多 規範或原則 都是差不多的 那只有CCDLD會比較不一樣 好 所以像那個 舊的GTLD 就是有些這些 很早之前就在使用 然後我們也很常看到 包括最後一個叫環景 ARP ARP 這種環景 然後現在 在2001年之後有新增 叫做UGTLD的部分 不然 2001年有增加TLD 叫做 有這些 點CAD 點TL 像說INFO 就是在TLD新增 然後在2011年的時候 最新增的叫做UGTLD 那UGTLD裡面有1930個人 1930個申請案件 申請案件 然後總共申請 有利益當中有些重複的 所以總共有1400個 UGT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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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申請的UGTLD 也不貴啦 你知道 也沒有很多 大概準備了 上百萬台幣 上百萬台幣 上百萬台幣就可以 送出你的申請案 然後後續再加上百萬台幣的 那個 這個 過 這個過程的費用 所以總共的機率大約是 六百萬台幣 六百萬台幣在沒有任何人 反對你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順利拿到 這個UGTLD 所以 會要那個字幕免費 對對 六百萬是首次的 首次費用 之後的年費令計一樣 年費令計 跟線盤一樣 年費令計 它也沒有什麼到達 所以不要就明年費 九次費用 所以有可能 這個總能在那邊 到一半就抓一抓 那個韓國機器 對 通常掛掉的情況不會是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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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掛掉的情況是公司 公司撐不住 所以他們覺得這個名字沒有什麼用 然後他們撐不住 那如果沒人反對的情況下 你就大概丟六百萬 那如果有人反對的情況下 每次反對的會議 你都要付錢 每次要召開這個反對的會議 要請仲裁 要請法律師 那你都要付錢 所以有幾次反對 你要付幾次的錢 所以六百萬是一個非常OK的幾個 那在這個1930個NOMEN裡面 他的區塊大概有商標類型 然後通用的話大概有1000多個 那有116個IDN 然後12種語言 那從一代申請這個純領域玉米的時候 就會開放給所有全世界的來討論 那看有沒有 其實討論的意思是看有沒有要反對的 像目前最有名的就是Amazon 點Amazon Amazon的部分呢 那個Yamashin說我要申請這個玉米 然後Yamashin地區 說我反對 然後底下也會有人反對Yamashin地區 去註冊Yamashin這個玉米 然後Yamashin在公司要去搶Yamashin這個玉米 所以就會有一個 就會有一個角力的存在 但是ICAN他其實也不是笨蛋 就是他喔 他即便你反對Yamashin 即便你反對點Yamashin的註冊 可是如果作為一個申請人的立場說 他是一個公益或者是一個公開性質的話 多半來說ICAN會通過 比如說我是Yamashin的申請者 那我今天說欸 如果你讓我拿到Yamashin的話 可以公開讓所有人註冊 這對公眾利益來說是零的 所以ICAN這種案子ICAN就很不通過 因為你本身的使用不是獨佔 你也不是 你雖然拿到這筆名 但是你公開讓所有人用 所以針對ICAN來說 他會比較保留一個支持者態度 那反對的人就必定提出他們的意見 說這是我的地名啊 或是這是我的文化啊 或是什麼 那你要去做一個反對的申訴 那所以在過去的1930個申請的案件裡面 絕大部分都通過 絕大部分都會通過 他有些放棄 然後被拒絕的其實很少 就拒絕的很少 然後在絕大部分通過的情況下 他們就會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圖片 到圖片裡頭 所以現在大概有一千多個 一千多個領居比是新增加的 大概2019年的時候 然後後來後續好像還有一些 新增加的領居比放到區域裡面 比如說最近 最近新增加的這個.gay.gay 已經可以解析了 但是還不能申請 所以如果你是彩色文化的愛好者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像這種新的領居民 他開放的時候 他有一個大特色 就是很多名字是可以註冊的 過去想要註冊什麼樣的名字 那在點看或點T到你上面 你可能註冊不到 那在這個新的領居民開放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搶一個 你當初想要的號碼 所以這個領居民的部分 大概這樣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好 好像這個.DEV就是google google他們去申請了一個新的領居民 他總共申請了很多個 好像點Google是帳標 點Pages 然後點Apps 跟點DEV 這幾個都是Google 那Google最後都拿到這些地區域名 所以他當初在申請地區域名的時候 他就有說這個域名會開放給所有人使用 所有人都可以來申請註冊 所以在這樣子的承諾之下 iCAN就會很容易的把這東西給你 就是把它搜尋給你 那像那時候Amazon也有去搶這個NDEV 然後他那個Google跟Amazon就私下的協議 就是我們那個你要是不是 那如果你要我也要的話 就會變成一個競標的轉型 就變成看誰出的錢多 這個都會給誰 那這樣子的話對我們兩個來說 第一都很傷 都很傷嘛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個協議就是說 那Amazon你去拿點YOU跟點TOP 然後點滴一點點或這樣 那Google就放棄了申請點滴 YOU跟點TOP這樣子 然後就私下做一個協議 那所以Google合作申請110個 其實很多 超級多的 你看一下他一個六個號碼金 他要付到錢 還是一些對象說都是小錢 所以再來剛剛提到的 這個MUG跟CCTLD的架構的話 他大概是這樣 就是最上早還是我們叫所謂的iCAD iCAD是所有DNS domain的管理者 那他將來會作為GTLD、CCTLD、UGTLD 那你可以看到 CCTLD跟MUGTLD 他基本上很大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不同地方就是 CCTLD是以國家為單位為導向 所以CCTLD的規則是 那個機構說了算 不需要經過iCAD 基本上是不需要經過iCAD 只要沒有太違反協議的話 都不需要經過iCAD 所以為什麼你申請.CN要行李住 為什麼你申請.HK要 新加坡.SG要有當地聯絡 所以CCTLD會有很多不同的規範 你要買CCTLD的時候 你會常常說 為什麼這個要這樣 這個又要這樣 這個又要交資料 那個又要不要 不需要交資料 所以CCTLD會依照 每一個不同的NIC 他的所規範的項目 去做申請 那GTLD或是NewGTLD的話 基本上全部都FollowiCAD iCAD說什麼 當然基本上就是 就是怎麼做 老師這剛剛剛剛提到說 那個費用的部分 就是你先交5000美的導生機 然後再交那個 然後有爭議的話 每次交1000到1500 1000到5000美金的這個費用 然後有爭議就有說 我反對 就要交錢 然後大家討論完之後 第二個人說 我反對 你要再交 就要再交5000美金的錢 然後一直 小計順利的話就是 600到151 OK的 然後 你說 那他這個 這個聽起來 如果我有600萬的話 我也想去來 你不是弄個 點那個 DEPL 點個什麼 就點點名字 或者叫Jump 弄個點Jump 好像還蠻酷的 所以 然後你不只出錢之外 你還有出力 你要告訴IP說 你為什麼要申請這個頂級域名 你要怎麼樣去營運它 你的營運單位是誰 你的營運政策是什麼 你營運的技術條件是什麼 你營運的 你有幾台Server 他的IP是什麼 他的IPV字是什麼 他的IPV6是什麼 這東西全部都要交喔 我剛剛講的東西 全部都要交出來喔 然後 如果你倒掉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那你的資料有沒有備份 備份在哪裡 是哪一家廠商 你怎麼備份的 然後你怎麼驗證你的備份 這東西全部都要寫在文件裡面 他有大概四十幾份的文件 全部都要寫 然後填完 不是四十幾份 大概一百多份的文件 就要寫 寫完之後呢 把這個文件 把這個文件全部交給IP之後 然後交起 他會做審查 審查完之後覺得 你OK 他才可以走到下 那當這個領域域 真的授權給你的時候 他基本上會經過四個階段 一個叫做TNCH 然後是高價值域域 然後保留是一個域域競標 再經過這四個階段之後 才會把這個所有的寬位面 全面開放四處給你用 所以像點D1那時候再出來的時候 他會先經過這四個階段 所謂TNCH就是有商標的人 可以先註冊 你要有TNCH就是商標 我們就可以先註冊 然後呢 他就會進入高價值域 高價值域域就是 很好的名字 他就先把它保留下來 或者說 用不能要 你們願意出多少錢 然後有些保留 有些字是他不賣的 他就會成為保留字 然後最後如果相同兩個人 要同一個名字的話 就要看你誰出的錢 就要說 利益競標 那 在這個放出來之前 就是 剛剛提到的TNCH 就是所謂的日出期 然後搶攤期的話就是 你可以用比較高的價錢 去買到 優先買到名字 這時候你不需要商標 你不需要商標文件 你只要有 你只要有 比較多的刺激 你就可以去買到一個 你會在搶攤期香港 先買到一個名字 比如說 那時候點台北再出來的時候 他的一般價錢是800塊 一般價錢 就在全面開放的時候 他是800塊 他在搶攤期的時候 一個名字是8888塊 所以 就是 你用8888塊 比別人可以先在 全面開放之前 去注射到一個名字 但是你要付比較高的錢 那第一天的錢通往是最貴 搶攤期的話 大概是五天的時間 第一天最貴 然後第二天比較便宜一點 第三天便宜一點 四天便宜一點 然後逐天益錢 那 再來點看那個 註冊商的定價 所以呢 如果你有TNCH的話 你就可以用 一般 就是給剛剛的一組 你就可以用800塊 在最剛開始的時候 去注射到這個名字 所以 你要搶這個名字 就是 是 不容易啊 就是你在月後面的話 你要去搶到一些好名字 他其實是 滿困難 尤其是對於一些高價字來說 高價字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字 比如說 酷的啦 或是 很簡短又好記的字 NICE 他都會 他屬於高價字 那高價字其實搶得了很多 像最近要推出的是 coffee.tw movie.tw online.tw 這三個字 在八月底的時候 tw也會開放競標 會看說 這個要買 這就是當初被歸類為保留字 然後現在放出來要讓大家註冊 那他放出來的時候呢 是採競標值 看誰出了錢高 誰就可以拿到這個名字 那目前有 譬如說 movie.tw 已經由國外的那個 廠商 月月律師 他們已經出價了 在movie.tw 他們已經出價了 他們已經出了一個 六位數的價格 要去買movie.tw 所以 像這種 很好名字的領軍名 其實 一個很好投資市場 另外像google主導的這幾個綠名 他都有一個很強制的 很酷的東西 他就會用hsts的這個協定 這個 這個叫協定嗎 也不是 也就是一個規範 規則 原則 那 如果你要去連這三個 domain類的網站 網站的話 他只會走httbs的文件 你知道在瀏覽器裡面的輸入 他就只會走httbs 他完全不連httb 絕對不連 大家是都不會連 你去上面 怎麼改那個 你都沒有用 你只要改完他密碼 就跳過去 就會去連hsts 所以你買這幾個 網域 然後你想要去價網站的話 記得要裝 accentrum證 即便連CYL 都會去連httbs 超酷的 CYL 然後去 點這幾個domain類 你會發現 他就自己 直接去連httbs 然後 就這個hsts hsts 這個 這個東西 他其實是一個 共同的協議 那共同的協議 會由每一個browser的廠商 大家都共同認知 放在這個hsts 頁表裡面的所有domain 會直接去連httbs 這是瀏覽器就直接做 做在裡面 對是瀏覽器 對是瀏覽器的行為 對 所以你在任何地方改動沒有用 你只要在瀏覽器裡面 因為你要 因為他目標是網站 他目標是連80Port 就是網站 所以 他只要用CUR的 對 因為上次補外 但是我那些就是 玩了一下 連CURL都強制連到htt 跟X去 所以 這當然可能 你可能試一下 你可能用那個 SSH啊 或什麼 不同的工具的時候 去連這樣子的 董營鏈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他一直fail 或他一直 出現問題的話 因為CURL 我那時候也是抓 一個網頁的資料 用CURL去連 去連 去連網站 然後我那時候去打http 可是我發現他 實際在 眼前的話 會去連https 所以就是在 但是在 這三個董營鏈 在使用上 等一下稍微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沒有 希望什麼 爬蟲啊 或什麼 第三方要去連 這樣子的董營鏈的時候 不要記得 不要弄錯 好 那大概 分享到這邊的話 大家有什麼問題 想必是能力 我們今天同樂會 就不用那麼緊張 那再來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個 比較有趣的例子 就是像 像這種 CAT啊 這種CAT 就是大家會覺得 他是個貓 但其實他是 但其實他是一個 CCT有D 他其實他 CCT有D 所以 所以剛剛說 CCT有D 會有些很特殊的鬼板 他就是 你要註冊為命 你就必須符合我的規範 所以他的規範就是說 你必須在 註冊六個月之內 在你 再用這個域名 加一個網站 然後裡面也有一個 加太能力 語言的網頁 所以 在後面 所以 你要去註冊一些 域名的時候 我覺得蠻期待 然後 像這種 NGG啊 這名字在台灣 應該很酷 所以 如果 趕快有興趣的話 也是可以做 然後像這種 Flower 就是花 他是很 很 很直立的 就是他是一個 提供給花 會愛好 所以 像這種名字 在UG裡面 其實有很多 非常多 那 .io的話 就是我們一般 這個比較常見 那 .io的話 其實你看 其實 .io也是 ccto 他也是 ccto 那 可是我們在工程裡面 我們知道 我們會把它解釋 為一部分 所以我們會 有些工程師的話 會打開這些 那像 還有一些 例明 就是說 像這個 .gm 你看 這個 名字好像 這是 這也是一個 ccto 你知道嗎 他有一個很特殊規則之類的 就是 假設你今天是12月30號 去註冊這個域名 那你的到期日就是明天 你看 無論在何時 只要你註冊這個明天 你的到期日都是12月30號 你在1月1號註冊 那你的到期日是12月31號 那在12月31號註冊這個域名的話 那到期日就是 那一天 這真的 這真的喔 真的喔 然後你續約的話 不管你續約的話 也是續約到12月30號 也是會到12月30號 就是我今天 我今天大概 8月註冊這個域名 他是12月30號 所以我再續約域名的話 就到明年的12月30號 就是12月31號為主 所以 這個 像這種域名的話 CCT有領域名的話 還有很多不同的規則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連結這個網頁上去搜尋一下 你要註冊的領域 他是CCT有領域 還是GCT有領域 那他有一些特殊的規定 我不好意思 那是我們的一個問題 問一下 我問一下那個 1、2、1 大多一點 來30秒 幫忙 然後你的問題是甚麼 那他這邊說要7月份 他距離還要是甚麼 喔 基本上是這樣 我剛剛講說 很多人去申請的領域名 對不對 還有一千多個申請案 那這一千多個申請案 那這一千多個申請案裡面 其實有所謂的地區 有很有錢的人 有沒有錢的人 有社區的人 那其實他各種各種代表 那他代表甚麼意思 就是有的有錢 有的沒錢 其實是這樣 因為像 像UG601的話 他六百萬是給那種 像商業申請 但是有些社群的人 跑來申請 他沒有錢啊 可是我還是要播播看 因為社群的迷你的話 我還是會讓你通過 我還是會讓你通過 但是你沒有錢嘛 那你沒有錢的情況下呢 你要怎麼樣去 起一個圍獄帳來幫你圍獄這個系統 沒有辦法 所以就是沒有錢 你也沒有錢去支撐這個伺服器 所以你也不會有什麼API 或是EPP的系統 所以他是不可以用程式去創接的 所以就必須說 像我們公司 我忘記哪一個域名 所以如果你要購買的話呢 你會先購得下來 像當完之後呢 我會填一個表 然後呢 再把它傳真 到某一所大學裡面的一個 實驗室裡面去 然後把錢匯過去之後呢 他們再把這個域名放上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手工的作業 他是沒有 他是沒有系統跟沒有界面可以按的 他是必須填單 傳真喔 在這個 2019年的時候 傳真到某一個大學的內魂裡面喔 然後因為那個內魂 他們他們是不是 就他們是一個領域 在一個方面 他們就是一個很小 他們也沒有那個伺服器 也沒有什麼 然後 然後船員那麼那個 他接到船員之後呢 然後你知道 店鮭你把錢給他 他再幫你把這個域名加上去 所以這種手工的條件 那個情況下 我們叫做企業客戶 就說企業客戶 企業客戶不不不幫忙 所以你必須 你必須付一個手工費 其實講坦白一點 他是一個手工費 或是一個手工費之後 他才能夠 我們的客服員 想要幫你入車 但是因為你在前端的時候 你在前端的時候 看到這是變紫化 那起來就剛才入圖 我們去見面 它就嗨一嗨 你就是嗨一嗨一嗨 你就覺得結束啦 那請後面會有一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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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哥比較喔 就是他的路程可能 可能社會不是那種 會不會導致說 別人要臉上這個丸子的時候 可能容易出問題 前一陣子點牌後不就出問題了 前一陣子喔 我今天手複傳說 先分享一個 因為那個 我講的事情呢 我不能證實 對 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我們都是肚子傳說 對 都是肚子傳說 然後希望你三秒就忘掉 那如果有錄音錄影呢 請你把關鍵字放到那樣子電腦裡面去運算 你會得到這個問題 好 就是說 你在做一些灰色地帶的工作的時候 就是不是這麼合法的時候 你在做DMS的時候 會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 這個世界有一個國家 他申請網頁跟網譽名稱 是需要在他的國家裡面 然後要登記那個人的資料 然後要申請一個字號 對 我說我該講的關鍵字都講完了 好 所以當在這個國家裡面裡面 在那個國家裡面去註冊他的網譽名稱 然後沒有去申請字號的時候 你的服務就會發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就是他的DMS劫持是可以基於他的國家的等級 他的省的等級 他的縣的等級 不同等級的服務商進行DMS劫持 好 這個時候就會發生一件事情 你的DMS 你不要亂Google 蛤 這個你的DMS 喔 嚇死我 你的DMS會 有的時候會不能用 主機名稱就是你的hostname不能用 這時候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是所謂你的企業網站 當然這邊的企業網站 是有一些灰色地帶的企業網站 對 需要有兩個domain name 這兩個domain name有很像 但是不是一樣的東西 對 當你第一個domain name壞掉的時候 你的業務或你的那個什麼 代理人 你就要跟你客戶講第二個domain name 然後什麼主機名稱可以用 好 那通常我們會做的方式 是第一個domain name壞掉的時候 我們幫一個主機取一個 原來可能叫做AAA點某個domain 會改成叫做AAD點某個domain 就是你一般是三個W碼 然後再來就是W1 W2這樣子 這樣加 如果都沒用的時候 好 我們確定這個domain name 在那一個區域可能被截詞 那我們一般講的那個區域 通常都是什麼 算了 靠近點還有錢的路視 一線我二線 好 那被截詞 那這樣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會用另外一個domain name 好 這個都是安全的事情 都還是安全的事情 那我們有遇到過一個事情就是說 在那個地區的代理人被抓了 那這個抓呢 是正式的政府單位抓 還是被當地的黑道利益抓 其實我們不曉得 好 那時候老闆就跟我們講一句話 我們有一個domain的DNS record 那些紀錄要在一個小時內進口 好 對 有些人在小 所以他可能想到什麼事情 所以呢 在這樣的狀況呢 這個是會有身價危險的喔 這真的是會有身價危險的 因為那個國家可能在台灣的影響力很大 對 對 所以當你在做有一些灰色地帶的工作的時候 然後你要處理DNS的時候 務必記得 你的那個DNS的紀錄的那個存活時間 就是那一筆紀錄的更新時間 要設的夠短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有些紀錄設的比較長 我們就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 一直強制就是說 常用的大型的DNS 一直去刷我們的紀錄 然後 試著把它清掉 對 但那個時候沒有想到過就是 因為其實我工作過這麼多年 我跟電腦有關係的工作 已經做了快20年 然後我跟網路有關係的工作 大概做10年 然後我也是大概就是說 在這1、20年我才這麼遇過一次就是說 真的要在那個一個小時內要把 就是說你常見的 Public的DNS 像是什麼Google 888 什麼DEE這一類DNS 上面的紀錄情調 也就這麼遲 對 因為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有營運網路服務 你就會知道就是全世界 只有分兩個區域 一個是某一個國家 另外一個就是不是那個國家 對 對 所以就是說 網路國界 那對於那個國家的人而言 就是說抓了也沒有國界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在營運一些 就是說有一些灰色地帶的工作的時候 其實你跟那個工作沒有關係 你就是一個IT嘛 或是你就是一個DNS管理者 對 但是就是說其實那個 那一個產業很小 就是說你今天去某一個機房 可能有一次 可能某一天去某一個香港機房工作的時候 你就發覺那個機房裡面可能 那一個晚上都是同一個產業的人的時候 對 對 就是 對 為什麼大家在同一個時間到了 同一個機房 因為 這個東西跟有一個週期 其實有一個四年 有一個事情每四年辦一次 然後在那個每四年辦一次前的那個半年左右呢 如果某一個機房叫翻家 的時候就會有大量的文運工作產生 對 然後 你就會發覺就是說 呃 你在台北的內湖科學園區啊 或是台中找我網站的工作的時候 有很多都是特定產業 對對對 那些可能都是你同行 只是他可能做我工作給你 對 對 所以就是說 我 就是 其實那個產業本身是一頭大象啦 那我已經把就是很多塊都講完了 對 但是我不能直接講那個產業 因為那個產業在很多國家 你可以當地執行都是配罰的 對 但是現實是 其實 你 其實我們有很多東西在網路上 在特定的國家地區都有出法的嫌疑 對 出法的可能性 那你在做這些產業的時候 你在做網運名稱的時候 他有很多敏感性 要去思考 那其實我在那個時候 在玩網運名稱或主機名稱的時候 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那時候不懂 可是 後來從那個產業離開的時候 後來發覺其實活著還不錯 對 因為那個產業裡面還有更多的東西 像是 有一天警察跟你講說 欸這個東西你幫我看一下 台灣的警察說 就是說這個東西幫我看一下 然後就看著裡面的畫面 就說這個東西不是應該要報警嗎 他說這個東西不能靠警察解決 所以你要幫我調查 對 就是這個產業的個性 嗯 你知道台中有海電跟三線嗎 好 就不能再講了 對 我只能講關鍵字 剩下的東西 所以你要丟到避免的電話 你去不去算 就會在那裡 好 謝謝各位要去革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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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講什麼 匿名的分享 對不對 對對對 要講什麼 好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剛剛剛剛 QA 他的QA時間 現在是算的QA時間 有沒有QA 給你一個問題 你要QA什麼東西 所以 在什麼情況下 他會配合政府做調查 這我回答 你回答好了 這問我 你要問他的 我現在QA是問他的誰 你不想問他 對對對 給你們一個問 等一下我問他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是要問他 那法律方面的 這個功能上什麼規範 會怎麼去避免這個東西 對 是問他的 你都沒有問到重點 對 他像他的 沒關係 不然就 我就回覆 我就回覆 就 之前就怎樣發生 就是 法律上的規範 就是大家滿 滿關心的意思 就是說 我的網站名字裡面 如果是你有所在灰色地帶的話 那你會不會被抓 大家是想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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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都活著人 活到現在都把我 活到東西都好 就不會 沒有等到你管道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了 IT啦 IT的責任神經常比較小 不過我們 利用公司來說的話 其實就有發生類似的問題 就是 有 所謂的 公交機關 公交機關都跟我們聯絡 想想很多 玉米住宅商都會 都會有接到這樣子 就是所謂的 公家政府辦事的機關 把電話來 問這個網站是誰的 我說這個網站是誰的 那 其實 後來我們就轉交我們的法律部門去處理 那最後得到的結論是 玉米住宅商不負責內容 玉米住宅商不負責內容 所以 不論你放什麼內容 只要你的網域名稱沒有侵權 只要你的網域名稱沒有違法 我們是不會提供這個資料 網域名稱的部分 那如果你住宅 名稱叫做什麼什麼101 然後跟別人好像 然後你又賣給人家相同的東西 那就是所謂侵權 所以在Dominion裡面侵權部分比較嚴重 那如果你不是在侵害別人的網址 也不是侵害別人的網址 在內容上面 基本上來說 註冊商不可以管 不是說我們不願意管 是基本上說註冊商不可以管 你的內容 即便連TW密合 假設你註冊商是也TW密合 那你的內容可能流走在邊緣 我沒有說你慢 說你流走在邊緣的話 基本上 如果有人去TW的申訴的話 TW也會告訴你申訴人說 他們不管內容 因為他們其實也不能管 因為TW他其實是網域的管理者 他不是內容的管理者 所以 如果是以法律層面來說的話 其實內容很重要 你放什麼樣內容 會造成法律上的問題 這個是 這個是你們在架式之間網上 要考慮的 就是內容上面 他是不是很違法 但是最後跟相關說 你的主機放在哪 因為你的內容是放在主機上 那你主機不是放在台灣的 那你的法律規範到底是 走台灣的還是走歪的 你服務的客戶是台灣的嗎 還是不是 所以這都是有相關法律相關的問題 所以你說這個網站有沒有侵權 很簡單 看內容 看內容就知道有沒有侵權 但是 你是不是真的侵權 侵權 你走在灰色地那邊侵權這兩件事 侵權是你侵害到別人的一個權益 那這個人通常給你大 給你有錢 你侵犯他到他的 他才會去檢註你 那如果你今天走的是什麼 灰色內容的話 你沒有侵犯到別人 你可能是提供了一些 18季的內容 18季的網站 不論是沿途酒博什麼 都會通常不另外 那你提供這些內容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要去分清楚 所以基本上運命註冊商很難 也幾個上不會去提供註冊的資料 給你任何大陸 除非你的斗面內侵權 所以之後放在內侵權 內容違法之類的 內容不是註冊商管 基本上沒有人可以管你的內容 除非你的主題放在台灣 然後你放了什麼違反商工敗屬的內容 那你就會被抓 你當然就會被抓 那某種情況下被抓是因為 DNS供應商 不知道說是SERVER還是 可能是SERVER 譬如說Google 到處的人 通常會有一個侵權的對象提醒 就是 我剛剛講嘛 你的內容是供應商 但是你並不就被抓 你通常是 假設今天 我COPY的一個跟MOMO很像的網站 假設啦 COPY的一個跟MOMO很像的網站 我也支撐我是電商 然後我做的MOMO幾乎是一模一樣 然後我放回台灣 然後我的名字都叫MOMO 假設我的名字不叫MOMO 那這時候當然就是MOMO提起侵權 然後來抓你這個 可是如果你今天COPY跟MOMO一樣網站 可是你不叫MOMO 你叫BB 你也有自己的名字 你有自己的名字 就是說那假設MOMO有侵權 那公家機關就要開始掉漲 那他也會跟你們 會說這個網站是誰的 他會先過律師 要先過律師來探聽這個內容到底是不是侵權 那假設就是侵權 假設是侵權 假設是侵權 那當然就是 你就會 Dominion這邊不會提出任何資料 那一次由內容 可能是由主題上 或是由其他單位去提供的 Dominion這邊不會提供的 因為Dominion沒有違法 所以內容跟Dominion是分開的 Dominion是沒有違法的 即便你寫一個什麼 即便你寫的叫做MOMO 即便你今天寫的叫做MOMO 那你說這個名字有侵權嗎 如果你的內容都是做電商 然後你的版型跟MOMO長得一模一樣 在你叫MOMO的話 有可能會侵權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的內容 是長得很像電商 可是你的名字不叫MOMO 可是你的董哥也是MOMO 那我問你有侵權嗎 是我跟你講不一定 可能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因為剛剛講到UG的過程 UG前面有一個叫做TNCH 他有禁標 有一名的申請 如果你MOMO 自己本身都不來申請的話 那你為什麼可以阻止別人申請 可是ITAN有一個很大的原則 就是說 你自己不去保護你自己的brains的話 你自己不去保護你的商標 你不去把相關的名字 阻塞下來的話 你不可以去阻止別人申請 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則 所以在TNCH日出期的時候 在場攀期的時候 在全面開放期的時候 你自己這家公司 都沒有去保護你自己的域名 沒有去保護你自己相關類似 非常像有名字的域名 你都沒有去做這些動作的話 別人申請測 那是合法的 是合法的 對 這樣懂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你今天在侵權提出的時候 其實也很難的去佐證說 他侵權你 這是一個法律上的問題 先過這一個法律上的問題 才能提出到第二部 叫做董梅內理 叫做內理 叫做身份要不要提供 這才是 這才是 後續才是認為 對 侵權 有沒有提供之下 這都是法律上的問題 要先過 要先解決 這樣 這樣大概有什麼東西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沒有 我會問你 有人碰過 但是我自己 去報警局 比如說 我註冊一個董梅 在台灣的 他一年會到期 一年過過之後 我忘記去進行 那他們最跑了幾年之後 他就會鎮定 那這時候 有另外一個人來幫你 你先生 董梅內理 註冊掉 你可以怎麼樣去 爭取回來 還是說 你今天都忘記了 所以你的權益就上市了 這去哪裡 就是你剛講的第二 就是你進行上市了 對 你就等他的時間到期 就是沒有 沒有辦法 跟他買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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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願意賣你的話 我個人會建議就是 你就把它買回來 如果在價錢上 你可以接受的話 你就把它買回來 那董梅內的續約到期 這些事情就是 你不續約就是 是從權利放棄 OK 那因為 IK其他有規定 譬如說 在董梅內到期之前 90天45天30天 前一天跟後一天 都會通知你 對 那我知道 我也有很多 很多客戶的會問 就是說 你先通知他的N次了 然後 就是會往幾天 是可以做起 就是 然後成績有一個 我會提供有一個社群的 董梅內 掉出來 就是被注射了 社群是哪一個 我跟你講 也是台灣的社群 然後董梅內也是好 拿到期 就掉出來 被注射了 也是拿不回來 一點點歐把期 就是被拿不回來 那 呃 董梅內 就是 我有聽過另外一個案例就是說 你董梅內沒有 沒有付錢 然後掉出來了 然後注射商把它拿出來 當支 你的注射商就把你拿出來 那 他回去問說注射後 那你可不可以把這個 你拿回來 那注射商跟他開價 四位數 多少錢 四位數中間那個 四位數的中間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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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問我說 欸 這個 我開價這個價錢 要不要買回來 說買啊 怎麼不買 才四位數而已 他可以給你開八位數 到十位數 因為總共是他的啊 他隨便用哪的 他說 那家注射商說 我今天跟你說 我就幫你這個 保留這個玉米 所以我要跟你說 保管理費 管理費 管理費 他一定叫管理費 那 就你就 我說你買啊 當然要把這個 那我借好了 是來吃的玉米 是來吃的 沒有 我說你買一下 四位數就給你拿回來 怎麼不買 趕快買完 然後你要不要確定 你買了這個玉米之後 所有選擇吃你 這樣就好 就是 玉米要轉回到你身上 就不要再負第二次第三次的 四位數的價值 所以 DOMINATE就是記得 序有 那 其實在UG裡面 有一個功能叫做 自動序有 那 很多 注射商 他們預設會打開 我們公司 預設是不打開的 其實 你對區重要的利益 你把自動序有打開 他在 時間快到大 就會幫你直接 透信卡 那其實這是 保護你利益 最好的方法 因為 你真的就是會忘記腳踏 我相信這也是會同意 因為我發出過非常多事 很多人 尤其是公司的 就是 同時信給你 快去看看 不是我的事啊 還請IT看看 這個別人會做嘛 對不對 然後大家就 這個不是誰做嗎 結果 續約然後被 女余十句的時候 欸 被註冊了喔 欸 不是我們註冊了喔 好 對 所以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Grooper 反而要再去注意到這件事情 好 那還有什麼意見 謝謝 坐 那個在 也是今年3月的時候 的31條的網站 那被停止解析 那這一個的話 它是 就是剛剛有提到問題也是 它沒有屬於侵權的問題 它反而是內容 被認為有疑慮 而被停止解析 那這一個是要去做解析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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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時間不多 我就稍微講快一點 這個就是 T31就是 它就是叫做 會台31條 它就是在 他在 住這一個點T5 31T1點TW 就網站 那它是反體中文 然後它裡面內容就是在講 會台31條裡面 所有 優會台上的一些條件 那 你基本上去看這個 網站 它是註冊 它是註冊在GoDaddy GoDaddy 然後它的註冊者就是在 這個資訊是QQ結尾 那註冊者是2018年 然後大概是 它註冊大概兩年的時間 它是GoDaddy 然後就是GoDaddy的代管司機 那這邊是它 它是大為広域的狀態 這在講 這在講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大概提一下 就是說 這就是 這個T31碼上的 生與死 就是它剛剛就是註冊 然後 就在3月13號 所以大家就在Facebook上面討論 最網站 然後 就有人懷抱NCC 就是說 這個網站是 就所謂的 空談 或什麼Anyway C 然後 但是NCC是說 我們沒有權力去管內容 我剛有提到內容 你看連NCC都沒有辦法管內容 所以 所以你到TW跟NCC 去講這內容都沒有用 可是最後是由 誰把這個網站 嚇到下來就是國安局 所以國安局 到這麼大層級的情況下 他們發文給NCC說 這個網站必須關閉 然後NCC發文給Titamig 說 這個Dominate 這個網站要關閉 可以拓兩層 還有國安局發的喔 好 接下來有到NCC NCC不能決定喔 然後NCC再發給Titamig 然後Titamig才能夠把這個網站 然後Shot Down下來 但是它Shot Down的時候 它怎麼Shot Down的呢 它用一個非常快的速度 就是可以直接把這個網站 關掉就說 7-Hole 就是7-Hole 這個DX的狀態 因為DX裡面其實要很多狀態 它是要很多狀態 那一般來說 正常的情況下 會有OK啊 或是近視提轉槍架 什麼狀態 那它最後被抓到 會加一個7-Hole的狀態 這個狀態 加下去之後呢 這個網站就停止解析了 在Titamig的狀態裡面 就停止解析 然後整個網 所有人就領不到 那這個域名也不能買 不能賣 就全部卡在那邊 就卡在那邊 所以不能解析 也沒有人可以連到這個網站 所以Shot Down的過程是 福安局 福安局發的 文 到NCC 反正NCC才能夠發文 Titamig文 然後T字要連了 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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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好 剩下最後6分鐘 那 最後秀一個個人絕對 就是說 大家又看到很方便講一下 所以 當你發現 董哥內有些問題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解決 這個問題 我們會以那個 我自己的網站 自己的網運名 就是RSYC.DWC 這是我們的 那假如我的 檔對W.RSYC 發生問題的時候 我要覺得 好像是DNS問題 但是我操不太大 但這時候 該怎麼做一個正確的一個說法 就是 你要先對 因為 TIG 是 我們有點查詢工具 你要先查到 TW的NAS 在哪裏 然後呢 然後 對 TWS 去發 我的 網運名稱的NAS的記錄 我們要去對上層做 詢問 說 會叫做 哪裏 你要去對上層做詢問 然後去確認說 在域名柱管理群那邊 在域名管理群那邊 他的回應是正常 你要去確認這個 在域名柱柱柱那邊 他給你的這個 NAS的記錄是正常 然後呢 再去對 這些NAS server 去做程序處查詢 去確認你的DAS代管 回應是正常的 你的DAS代管回應要是正常的 然後 再由DAS代管主機裡面去查 你要查的域名 你要查的系錄 他回應的資料是正常的 沒有回應 我沒有設這個 你要去查他回應的是正常的 然後呢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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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謂的 快取伺服器去做查詢 這樣子 一路查詢下來 每一個IP跟每一個資料都是正確的 你的這個 你才能確定 這個Domain的記錄是正確的 那如果你直接 常常很多人的習慣手法 使用D 用PIN這樣子的手法 去做DAS 去做網路連接的測試動作 是順便去測所謂的Domain 其實PIN這個工具 對DNS 它是測網路的連線上面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只要去測DNS的話 用P是非常不準確的來自 所以 你可以去學習一下DIG這個工具 像我們去做一些DNS查詢 好 今天的 請坐 DIG的工具是那個 PIN這樣子 PIN的工具是用在Windows還是 這個是 是用Nagginis Nagginis 那Windowswap 叫做NASmoka 哦 NASmoka Windowswap 好 還有什麼其他問題 好 我們繼續做的第二回合 到這邊 好 謝謝各位今天參與 謝謝 謝謝